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因为是大浓烟 所以说今天的淡妆还是比以前的要重一丢丢 分点还是这个小奶瓶会比较滋润一点 不错不错 这个妆效我还是很喜欢的 来画一下眉毛了 它的整个眉毛是这样促起来的 但是眉峰也比较明显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清冷 但是又不会显得太小加子气 眉头稍微抬一丢丢 画的平一点点 然后眉峰给它定出来 后半段还是一个上跳的走势 眼眸的这个中段需要给它加深 这样的话眉眼看起来更立体一丢丢 还是用这种定型膏来塑造一点点毛流感 先还是来加深一下眼窝的这一块 可以带到一下眼皮 直接用这个鱼粉上手带下来一丢丢 一个非常大气的直笔 用一个这种哑光高光 来提亮一下眉心三角区这一块 这一部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后一整条的眉骨我们都要给它提亮 眼头稍微低的高一点 来画一下阿娇的大眼睛 先用一下这种颜色 就比肤色稍微深一点点 直接从上脸皮这里开始加深 显接到刚刚画阴影的地方 用这种深色 眼头也来加深一下 加深一下眼尾的后半段 睫毛也要有那种毛绒感 我的原生睫毛实在是太差了 用装比较短的鱼尾毛来模拟一下 眼线的话我们直接用眼影来画 概念它腮红的话很低 还是先用这一块颜色 从颧骨这里开始往里扫 也是当一个修容了吧 红的话我们就选一个裸性色 还是这个 魂风给它画的明显一丢丢 你是我 触不及的倒影 陨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较大风 採讯讯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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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